号称坦克开罐神器一发赶穿T90 作为世界上首个具有发射后不管特性的反坦克导弹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 标枪性能吊打异军的短号战绩十分耀眼 在乌俄战场之上 一枚标枪就能击毁一辆崭新的T90 两个来说 1100毫米的净破甲深度甲攻顶 可以击毁任何一款现役坦克 可就是这么一款反坦克导弹 却有着无法改进的缺点 其最新型号FGM-148G在测试失败后 测试工作直接被无限期暂停 一枚简单轻便的武器 为何会释放如此威力 测试工作被暂停后 这款经典反坦克神器的未来 又会怎样呢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深入地聊一聊 1995年 美军接收第一批标枪导弹 最早装备于第82空降师 1997年开始大规模生产和装备 伊拉克战争期间 标枪得到了大量使用 标枪可以攻击65米远的目标 比较适合在狭小地区作战 比如巷战 美军机械化步兵也大量使用标枪导弹 摧毁一军火力点和观察哨所 不过标枪最大的优势 还是发射后不管 射手可以立即离开隐蔽 而使用短号的一军射手 必须一直瞄准目标直到导弹命中 这种采用管身发射的反坦克导弹 最大的缺点就是 韦燕会暴露射手位置 限导导弹从发射到命中 几乎需要近10秒的时间 很容易遭到敌方的火力杀伤 为了减少射手的暴露时间 美国和俄罗斯采取的是不同的思路 美国的发射后不管诞生了标枪 俄罗斯的加大飞行速度 催生了短号 相比较一军装备的短号反坦克导弹 标枪的射程稍微短了一点 只有2500米 不过按照美军的想法 超过4000米之后 步兵的观察器材就很难捕捉到目标 因此单兵武器的射程不需要很远 超出一定距离后 直接呼叫炮兵就行了 一定程度上来讲 在伊拉克战场之上 不仅是国家间的对抗 也是这两种反坦克导弹的对抗 不过就结果来看 短号说的体无完复 20世纪80年代 随着苏联军队换装新一轮武器装备 美军在欧洲战场面临的压力骤增 有限指令传输的红外半自动跟踪指导模式 已经不算先进 龙式反坦克导弹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 美国陆军认为渐进式改进的龙式 已经很难满足作战需求 于是启动了新型便携式反坦克导弹的研制计划 成果就是标枪 作为世界上首个具有发射后不管能力的导弹 标枪的性能不是吹出来的 目前最新型号的标枪射程大约为4公里 平均首发命中率在94%以上 早期型号的净破架深度达到了750毫米 后期型号达到了1100毫米 目前标枪的使用国家已经超过20个 并在作战行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在伊拉克境内 美国及其盟国已经使用了1000多枚标枪 当然标枪可以驰骋战场 原因不只是发射后不管能力 标枪主要有三个特点 软发射能力 串联战斗部 以及发射后不管 标枪的使用流程 可以简化为瞄准发射几种目标 首先就是瞄准 标枪是自主寻地武器 采用了和空空导弹为标器类似的凝视胶平面阵 发射前射手通过光学描具 或者红外成像仪搜索敌人 然后用发射器临时安装的电池冷却单元 对标枪导弹的红外组件制冷 等导弹上的凝视胶平面阵 获取目标后就可以发射了 传统的单兵反坦克导弹 发射后士兵还需要使用制导设备瞄准 直到导弹击中车辆才能撤离 士兵的生存能力大幅下降 而标枪导弹射手发射之后就不用管了 可以直接逃离战场 标枪上面的红外成像仪 可以对已经所定的红外特征进行匹配 通过不断地对目标进行识别和跟踪 然后自行修正飞行路线和姿态冲向目标 对于移动中的坦克 射手要保证目标处于红外瞄准器的十字中心 有一些偏差其实关系不大 只要保证目标堂克处在十字指示方块内即可 专度也不用担心 据统弹枪的平均首发命中率在94%以上 在1998年的实验中 总计70枚标枪导弹全部命中了把车的炮塔 同时 标枪的软发射能力也是一大特点 射手按下发射按钮后 标枪就会从发射筒里面弹出来 即采用了两机固体火箭发射机 分别是发射机和加速机 发射机装药在发射桶内燃烧完毕 燃烧时间0.1秒 不予导弹较低的出速 大约为每秒15米 能将导弹弹出发射管就可以了 在导弹飞行3米之后 加速机装药点火 开始全速前进奔向目标 不过加速机装药的燃烧时间只有4.6秒 将标枪加速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停止工作 之后标枪只依靠惯性飞完全程 有尾部剁片 实现弹道中断和末端指导所需的控制力 使用软发射的标枪 保证了最小的尾焰区域 可以从多种建筑内发射 虽然发射桶后面依旧存在尾焰 但不至于烧伤自己和队友 在巷战时 比AT-4龙式更具优势 导弹发射之后就轮到攻击了 标枪用两种不同的攻击模式 一种失职射模式 一般用于打击敌方攻势和非装甲目标 由于标枪采用管式发射和自动寻地 射出后马上就能自动导向目标 不过刚出管导弹出速较低 剁效不明显 在最初100米内飞行动作比较迟钝 也不能做出大角度转向 因此将最初100米范围 确定为最小射击距离 在此距离内 导弹不能保证有效命中 仅仅相当于一发火箭弹 另一种就是俯冲攻顶模式 主要就是用于反坦克作战 采用高炮弹道 导弹发射后向上爬升 从上往下攻击坦克炮塔 标枪采用弓顶模式 弹道高度为150米 在1100毫米的净破甲闪动面前 什么样的坦克都防不住 打击方式玩的话就算了 战斗部的威力也强的离谱 标枪采用串点战斗部 可以对一个目标进行连续两次打击 当前的坦克装甲车辆 防护技术水平不断发展 使用了强度更高 韧性更大 塑性更好的装甲材质 同时在外层披挂了爆破反应装甲 惰性装甲或者其他复合装甲 使得传统的反坦克武器难以击穿 标枪的第一个战斗部攻击反应式装甲 第二个战斗部直接攻击坦克军制装甲缸 威力够大的串点战斗部加上弓顶模式 即使加装接触1的T90M也扛不住 目前主流的主战坦克中 如果没有足够优秀的主动防御系统 标枪可以挨个点名 总的来说 标枪导弹为步兵提供了安全摧毁敌方坦克的能力 之前步兵携带的反坦克火箭筒 即使把弹径加到105毫米 甚至120毫米 也无法击穿安装了接触1反应装甲的T72B炮塔 更重型的反坦克导弹 虽然有着更高的穿身 但是大多十分笨拙 有着一个更粗更重的发射筒 和一套笨重的发射架 无法担任快速部署和移动 对于攻击坦克和步兵而言 最大的威胁仍然是目标自身和伴随的直射火力 遭到攻击的坦克向后方炮兵单位提供坐标 炮兵单位计算桌圆 调整火炮再较准 需要相当时间 攻击坦克的步兵早就钻回掩体 甚至跑远了 而标枪较远的射程和射后不离的设计 大幅度缩短了坦克的享用时间 根据徐利亚内战的经验 冷战后期的苏制坦克火空 在白天很难发现在简单掩体中 发射坦克火箭筒的步兵 对于在1.5公里以上距离发射的反坦克导弹 则几乎完全无法察觉 升级了现代化火空的俄制坦克 因为炮手镜集成了热成像仪探测能力 则有所改善 但其车掌周视镜升级被取消 而炮手镜和炮塔是联动的 可以通过其炮管指向得知观察范围 步兵仍然可以获得较安全的发射机会 从俄乌战争的实际表现看 标强有效提升了乌军前哨阵地 抵抗装甲部队冲击的能力 特别是在配合雷场和后方炮兵单位进行防御事业 数个精心设置的小型步兵战地 有时候能用标枪抵御俄军联 赢一级的装甲突击 乌军步兵通过在较远距离上发射标枪 摧毁俄军带扫雷底的头车 破坏俄军的排雷能力 或者击毁纵队中间和后方的车辆 阻碍其前进与车退的路线 迫使俄军装甲纵队在雷区中进退两难 为炮兵摧毁俄军装甲纵队 并大量杀伤搭载的步兵冲造机会 当然 标枪也不是没有缺点 作为一款1995年的反坦克导弹 标枪需要30秒起步的冷却时间 而以色列的长丁 欧洲的欧洲MMP却不需要冷却 标枪的发射器是电制冷 发射器通电之后 大约需要3分钟的冷却时间才可以使用 导弹是气冷 激活后进入不可逆程序 冷却用惰性气体释放 10多秒后导引头冷却到位 气瓶可以坚持4分钟 4分钟后如果没发射 导弹就会暴废 导引头冷却就是标枪最大的黑点 在搜索目标时 需要首先按置冷剂释放按钮 将冷却剂导入红外导引头 等待一段时间 然后才能搜索目标 标枪的发射流程为 举起发射器看到目标 激活导弹 导弹冷却 手动移动捕捉框与导弹视野重叠 按锁定键 导弹提示 记住目标特征 发射 这一套动作下来 训练游素的射手 也需要30秒的时间 在实际作战中 标枪的准备时间只会更长 使用环境的温度越高 冷却时间也就越长 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之上 标枪冷却完导引头 说不定敌人坦克就开走了 如果标枪提前释放制冷剂 提前冷却导引头 就必须在一定时间将导弹打出去 不然导弹就会报废 使用标枪的标准程序 事先发现目标 再冷却导引头 反应时间可想而至 这也没办法 标枪是第一代 红外热成像制导的 凡唐克导弹 有点缺陷也很正常 红外热成像技术 就是接收目标辐射的 红外线来进行探测 其中红外探测器技术是核心 如果按照工作温度分类 红外探测器技术 可以分为制冷型和非制冷型 标枪就是制冷型 缺点很明显 探测距离较短 技术装置比较贵 体积较大等等 唯一的优势就是灵敏度较高 而非制冷技术起步比较晚 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研究 就拿标枪来说 其地格拱半导体光子探测器 交平面阵 与斯特林液氮循环制冷技术 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应用 非制冷型那个时候 才开始大范围研发 标枪使用制冷型 也属于无奈之举 就性能来说 非制冷红外探测技术的探测距离 探测精度都要比制冷型更强 现在外国的反坦克导弹 基本是非制冷红外成像导运头 以色列的长丁 欧洲的MMP 日本青马特都是非制冷型 标枪也研究过非制冷型 这是结果不太好 目前标枪共有六种型号 也就是从AGF 其中FGM-148D是出口版本 而FGM-148F则是美军现役最先进的标枪 配备了多功能弹头 增强了火箭发动机 提高了打击距离和作战任务的多样性 而FGM-148G则是打算将导弹的制导部分 用非制冷型取代制冷型 只是在2022年的测试中 已失败告终 目前已经无限期暂停测试 还有就是重量的问题 标枪导弹的全发射组件 虽然比陶式导弹轻 但总重量还是达到了22.3公斤 这个数字还没有备用电池 一般情况下 多数小队都会携带5-10枚备用电池 一枚电池的重量就达到了1公斤 虽然整体重量在两人步兵小队 可以携带的范围内 但还是比陆军期待的重量要重上了许多 也超过美军规范的步兵承重重量 当然 标枪的这些缺点也是可以忽略的 毕竟性能与战绩太耀眼了 作为一款发射后不管的 全天候单兵反唐克导弹 标枪采用的红外制导和攻顶模式 理论上几乎可以命中任何被他锁定的目标 在乌俄战场之上 标枪就击毁T-90M 为了应对标枪的攻顶与无人机的骚扰 俄军特意在坦克炮塔上加了一个顶棚 就实际情况来看 顶棚是无法防备标枪的 标枪使用的是碰扎隐心 在攻顶时碰到笼子就会爆炸 只是问题在于 标枪的串联战斗部 净破甲深度达到了1100毫米 其产生的金属射流 同样可以穿透坦克炮塔的顶部装甲 那些笼子也就防一下那些小号的无人机 想要对付标枪 还是要在技术战术方面下功夫 标枪采用红外制导技术射程较劲 补充攻顶模式飞行时间较长 可以在坦克上安装复合光电告警系统 快速告警并探测导弹来袭方向 进行火炮反击 也可以安装定向红外干扰机 或发射多频谱烟雾弹 干扰标枪自身制导 坦克的顶部装甲很难加强 所以只能安装主动防御系统 只是坦克加后防御 标枪也能再进化 随着光电干扰隐身技术的出现 单一模式的制导武器 已经很难完成攻击使命 多模复合制导技术才是重点 同时反坦克导弹的战斗部 也可以是多模 由于需要单兵斜行 反坦克导弹的弹径不可能无限增弹 必须采用新的毁伤机理 和新型战斗部技术 比如多模巨能战斗部 在对付坦克目标时 采用中心起包模式 使整个药型造型呈主射流 提高对装甲的穿身 而在面对坚固攻势 或轻型装甲目标时 则采用环形起包模式 产生分散射流 以提升打击效能 反坦克导弹的发动机 则有两个发展方向 一个是变推力固体火箭发动机 和大范围调节推力 使导弹兼弹远距离飞行 和快速打击需求 另一个发展方向 就是软发射技术 只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标枪再次升级的可能性并不大 FGM-148G的测试 都已失败告终 或许研发新一代反坦克导弹 才是更好的选择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标枪导弹 还能再升级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mond 感谢观看